这几天有很多国内的朋友给我联系说要大量的要韩国手机卡 他们说是用手机卡申请韩国游戏 可是韩国是都是使命办卡 然后他们就是要大量的话也是有很多名利才可以办 然后在国内说那些短信的话 必须是韩国的后付卡才可以在国内使用 因为用后付卡是必须绑定韩国的银行卡才可以开通国际漫游 一般在韩国的那些V付卡先付卡是在国外是用不了的 所以说有很多就是看了我的视频之后 要大量的要办手机卡的要手机卡的人 尽量注意不要联系 因为我也没办法给你们那么多卡 拜托 因为有很多人问我就是国内的护照 你不能办韩国的手机卡 这个当然是不可以的 因为国内的护照是第一个没有出入境记录 因为在韩国的护照办手机卡也是 他必须有出入境 就来韩国的记录才可以办手机卡 所以在国内的护照是办不了手机卡的 OK 护照是开不了后付卡的 所以说刚来韩国的人必须是先用护照 就是先开通微服卡 然后他登录证下来之后 再改成名登录证信息 才可以在网上实名认证都可以使用的 然后余福卡也是现在也有很多套餐 反正是每个通信设计套餐都不一样 有个通信设计 画费是便宜一点 可是有好几种 附加条件就是用不了 就是有的是打不了国际长途的 还有是连不了热了点 然后有的是国内的就是国产手机 都是用不了的 明白了吗 好 好